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彤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着素东西 着素东西就是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或者用低价钱又可以试到 高质量的东西 很多朋友问我 于彤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面膜 清爽面膜又便宜又好用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而我自己也是 很多年前在我第一次 搭捉韩国的时候 因为我不太认识很多品牌 当时 第一次走明洞 已经见到很多牌子 是1000-2000 韩元面膜 1000是大约7元 2000大约14元 再加上台 一般1000韩元面膜 如果香港有专门店 便会买10元 如果是2000韩元面膜 香港有专门店 可能会买10多 因为我没有留意这个 但1000是很明显的 因为好像innisfree的面膜 韩国是1000韩元 专门店香港便会买10元 在一些水货店买 可能他便会跟7元 但是说回 我自己在韩国试过 当时的我也是像你们这样 我就会托了一堆回来试 因为在街上他会派 直接派给你 叫你拿一张 便会拉你进去买 是吧 是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韩国 应该没有十几 应该是十年前 应该差不多 我就是几岁 我第一次乘搭韩国 当时我试了它的牌子是什么呢 就是innisfree和Natural Repopulate 真心说 我试了innisfree和Natural Repopulate 其实当时我觉得他们的面膜很一般 就是觉得 这么差的质量 我的皮肤比较滋润才够 因为当时我在韩国 是很冷的 我第一次去是很冷的 根本那些水分的面膜 对我来说是不够力的 我宁愿去买一些 当时已经很流行的 那些蜗蜗蜗蜗 当时的Eat Skin蜗蜗蜗蜗 是最出名的 那便立刻去买 还有Tony Moly 应该是Tony Moly 一定會比膚張水份好 但是後來因為自己認識深了 越試越多好東西 認識很多品牌 已經不是只看當時一兩間品牌了 後來我就發現要用四十多元 其實我可以試到更多漂亮的東西 質量更高的東西 就不是要用Tony Money和Eat Skin 還有再更深入一點去用 去研究之後 發覺Tony Money不值這個價錢 Eat Skin又很一般 然後再加上 當時我還要留意 當時我還在做製衣 越來越留意護膚品 以前在香港買是很貴的 所以你飛去韓國就想大量掃回來 後來因為越來越多人做韓妝 香港很多水貨店都鬥價 鬥到你死我活 所以就很便宜 變了很多人都會在香港買 我記得當時以前 香港有很多間 名字我不說 現在大家都說不出了 太多了 我今天想分享 其實如果7元的面膜 我們怎樣去衡量 好不要用 原來當時我不懂得欣賞 其實那個不是我敷的 還有不是在那些天氣 好像現在香港的天氣這麼熱 這麼黏 還有你晚上敷潤 日頭敷清爽補水面膜 在現在的天氣我們不能敷 這麼滋潤 這麼高滋潤 還有日頭不用敷幾十元張的 我今天想介紹 7元面膜 我有兩款推給大家的 就是這幾款 其實很多款 不過這個也是同一個牌子 就是大家所認識的 Maker Make 沒錯 Maker Make 除了出清潔系列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 一條拉 叫D1 Package 是同一間公司的 即是LG旗下 即是告訴你 同後同一間公司 親生子女來的 絕對不是收購的 收購是哪些呢 其實LG在韓國 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它會收購一些市面上 它覺得有潛質的牌子 好像最近收購了VDL 還有我記得好像 Face Shop好像給了外門 還是不知道LG收購 我忘記了 但最近最新鮮滾熱 就是VDL 已經被LG公司收購了 所以它本小冊子上面 新的小冊子 你會發現 是多了VDL公司 給大家看看 這本就是LG公司 職員會有的 價錢錄目表 就算它是專櫃也沒有 因為它是職員的 給大家看看 這套KIT 以前每邊單一頁 現在新一本 新的小冊子 就會出在這一邊 這一邊 就是剛剛收購的VDL VDL不是護膚品 它是彩妝 所以 主要是彩妝 所以它的產品 已經把它收購 列入為LG公司旗下 把它放上小冊子 即是把它正式列入 所以以後訂VDL 我也訂到了 對 因為我朋友也幫我拿到了 它的潤唇膏 三色潤唇膏 我是很喜歡的 哇 還有一支綠色新出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它的 它的 它有一個素顏霜 它有一個素顏霜 我等下試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 不知道是什麼 明天問一下 明天問問我朋友 對 它的粉底 還有它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提亮液 提亮液我都超喜歡的 對 那好吧 它的提亮液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你看它 它不是這個 這個黑蓋是藍色的 這個銀蓋是白色的 它的提亮液就是 銀色的提亮液 其實我這個呢 是有一點點調色的 即是不同的 為什麼這道小桌子上面沒有呢 先聞聞一下 不過我真的很想試它 綠色這個 因為其實我有它粉紫色的 其實原本想分享面膜 不過講講一下 我又想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支 它這個呢 也是 它是清爽型的 三色潤唇變色唇膏 所以 又不是太適合冬季用 因為冬季用 你會覺得它乾 所以我們用產品的時候 真的要了解清楚 它是適合什麼天氣 什麼狀態去用 那你才可以感受到 那個產品的 它的適合點 如果你在不同的時間 你一定會覺得它是不好的 就像冬天你喝杯熱飲的 油脂物覺得很舒服 那你夏天現在 三十幾度 就叫你喝杯熱飲 熱日當空 你想死 是不是 這道理 那我今天分享這個 7元的面膜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 其實它的名字叫D.A.Package 其實如果大家用過 清潔面膜 還有玫瑰茶 我都覺得是好東西 它一共 主要 它有清爽一千韓年的 就是這一組 這一組 就有四個顏色 而這四個顏色的面膜 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手拿著這個 是它新包裝 新包裝 怎樣分呢 我隨便放一片給大家看 幸好剛巧 我還有它的舊包裝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舊包裝 舊包裝 除了看這個 這個位置全金 這裡你看到有個 光光的閃 就是告訴你 它加入了這個美白 是提亮 我以為只是加入提亮 其實不是 我敷了之後發現 我敷了粉紅色 還有敷了紅色 我已經敷完了 我發現它不僅是精華 加入了成分 它連面膜紙都變了 經我向公司去諮詢 面膜紙都變了 這一組是它舊有的棉質面膜 這一組 就是它以前的 這樣的 對不起 這個是新的 金色 就是它這個棉質的 它現在這一組 又提亮 它就轉了這個薄的面膜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它以前這一組 舊包裝 其實是屬於清爽 清爽類型的面膜 夜晚膚真的不夠力 而且一定是春夏季 日頭膚 秋季都可以的 也要看什麼國家 如果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日頭膚真的不得了 它一年四季就可以了 它這個面膜 舊的那種 因為它是清爽型 精華很明顯 真的是清爽一點 所以變成用棉質紙 它就可以吸收更多清爽的 厚身一點的棉質紙 可以吸收更多清爽的 稀色精華 所以你才會清爽的 但現在新的 加了提亮 因為提亮精華是比較結實的 所以它必須用一種薄一點的纖維棉 令它吸收到精華 像這張我敷過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 它還是濕濕的 這個是昨天或前天敷的 我都忘記了 想大家更加清楚 因為我想分享給大家去選擇 它除了這一組之外 剛才你看到我拿著這一組 全開了 都是我敷過的 因為我想試過感受 才跟大家分享 它總共有十隻味 我其實都敷了很多隻 我敷了一二三四五 應該我也敷了六七隻 那我再分享了其他幾片 給同事一起去感受一下 什麼叫好用的面膜 然後呢 這個就是 我要介紹它 就是 想給大家看一下 它怎樣七元都好用 這個就是它 這個叫什麼 先人獎 是不錯 其實它這一組 其實是 你看到這裡有這個公仔 其實它這一組的成分 就是這個 製皂花的精華成分 做出來的一個清爽面膜 而它新這個 加入了提亮精華 就加入了滋潤度 所以我覺得 它就不算很清爽的面膜 那反而 為什麼它會這樣做呢 原來 它就為了出了一個新的系列 其實這個才是那種 代替了它的 這種厚身的棉子 去做這個清爽面膜 那厚身的棉子 一定是沒有那麼貼 是不是 但是它真的不差 用七元來講 而且因為呢 如果敷著一張七元的面膜 其實你 趕時間 敷十分鐘 你都不會肉尺 而且已經足夠給你的水分 而這一組 就變了 它加入了之後 就變了滋潤了的面膜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是新的 剛才我有兩片黃色 都是可以同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呢 其實真的 比美HC波尿酸 這張面膜 我敷過了 它裡面的高濃度的精華 其實 因為它加了之後 你看看 那個精華 其實它有足夠的精華 滋潤我們的 我決定敷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是它舊包裝的 舊包裝 打開 面膜紙是黃一點的 還有呢 精華是沒有那麼多的 水狀一點 拉不起來 拉不起來 水狀一點 因為這個是花茶水分精華 而且為什麼會黃一點呢 是因為它裡面的花茶 還有一點點黑色的花茶 令到那個面膜紙黃一點的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有很多人呢 未必可以包容到 它這個花茶的黑點 所以呢 後來它就轉了 提走花茶的黑點 加入了提亮 將這一組清爽面膜 變為第二道清爽 所以呢 它就出了一個更加清爽的面膜 因為其實它這個 DAPK的系列 其實它出來呢 都是做 做薏拉的 就好像 Make Remake 其實它的 消費市場 它是做薏拉的 所以呢 它就出一些更加清爽的面膜 適合年齡的基層去敷 或者好像我們 我不是年齡基層 但是我早上都可以敷清爽面膜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清爽面膜 如何為之清爽呢 先剝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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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一組的面膜 就是這樣 有點黃黃的 但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因為很多客人 就可能不接受了 是不是 不是 當膚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 7元就是不貼面 貼的 那我首先呢 你把它 剪掉它 等一會 我剝一半 為了讓大家 和我一起感受到 兩個 即是新舊包裝的分別 和如何為之清爽 所以我就剝了一半 另外一半 我不會沙漏 我來敷頸的 我先剝開這個 新包裝 等一等 新包裝打開 很明顯 精華是 多很多 塗上去 它的面膜 是薄一點 而且是純白色的 我已經做了 中毛炎 兩邊都不同的面膜 讓大家感受一下 它改善了什麼 改善了這個 眼圈的大小 因為這種全面紙 它沒有那麼立體 和沒有那麼貼面 所以它是會 令到孔大一點 而它改善了孔的大小 貼幅度 而且加入了提亮 所以如果說這個 在10元以下的面膜 我是給它冠軍的 非常棒 待會這半 我會用來敷頸 敷腳 敷手 是不會浪費的 我絕對不做浪費的 接著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它這一種面膜 因為我這一盒 是敷不了那麼多塊的 而它這一種面膜 就是白米 白米面膜就是全面 我特意敷完它 留在這裡 是這樣的 但是雖然它說 其實它整組很多 10組 不過 白米是我都幾學喜愛之一 它有很多款 整十款 它這一組 雖然它看起來 是沒有那麼貼面 但是如果10元以下 我是給它第二名的 而且 它如果說清爽度 它一定是排第一 即是適合第一 它如果產清爽面膜 它排第一 才到這個 半圓形 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 如果以我試過 Innersville Natural Repopolic Natural Repopolic 我都試過了 再加上這個 Innersville Natural Repopolic 對Facebook 我沒有試過 它的平價面膜 還有哪個呢 下次問問朋友有沒有 先試一下 我下次去韓國 都買幾件試一下 還有哪幾個呢 Tony Moni Tony Moni 也便宜面膜 很差 真的很差 我覺得不行 不過我工人真的很喜歡 所以 如果試過這麼多 就是拿幾個 不要說多 幾個牌子的 10元以下面膜來說 Dia Package Dia Package 這一組 這一組面膜 真的 可以說 你要給它一個皇冠 它絕對是 值回票價 可能真的是LG公司旗下 以及它是LG公司的親生仔 即是LG公司原廠製造出來 它真的有一個保證 還有還有一件事 它真的純天然成份 沒有添加任何東西 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呢 我最近用過一隻日本很流行的面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做安面膜 大家要留意 其實產品的成份 是不會騙你的 基本上會寫的 除非一些不明的國家 韓國 如果有加酒精和薄荷 它會寫在裡面 日本也是 那隻做安面膜 我就是在一盒 因為是一盒 好像濕紙巾的包裝 然後拿出來 其實就是我的批發客 很大量地拿 我們回到10貨之後 我這麼熱 你知道我吧 當然是拿一盒來試試 轉我公司有個女生 她說 找了這個面膜很久 她剛剛去日本 都找不到 我說那抽一包留給你 給少一包的批發客 跟客人說一聲 誰知道 我抽一包 我就問她 我自己也拿了盒 誰知道我一個早上敷上去 她叫做安面膜 說明是敷一分鐘就可以剝的 不用多 就足夠給你的營養 我心想 我敷完之後 我回到公司 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敷一分鐘才說 我挑戰不到她 因為一敷上去 就很疼 很痛 我就聞到很大的酒精味 然後我一反轉盒後面看 我就馬上看 原來她上面 就已經寫到明 是有天然水果果酸的酒精在裏面 即是有葡萄酒精在裏面 我就馬上傳過去 問我日本的朋友 有確定一下 日本人說 對呀 就在這條酒精上面 沒錯 沒錯 它是標明有酒精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水果果酸在裏面 嘩 痛到我 我就馬上通知公司 那些人不要用 通知那些客人 通知那些日本工業商 就說 這個面膜是這樣的問題 但誰知道 原來網上一查 其實也有些博家說過 這個面膜是不推介買 但是也有人覺得它很正 我就跟公司很喜歡的女生說 她說我不適合用 你要不要 她說她就要了 然後我問 你不如感受一下其他牌子的面膜 韓國牌子都用 她用完之後 她為什麼喜歡呢 她就說 因為她很小粒的 她的面很小 她說 韓國很多面膜 對她來說都很大張 不貼面 不舒服 所以她覺得日本的組安面膜 好處就是夠細張 那個組安面膜 我敷到這裏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個就留待星期二 因為我叫了星期一 拿給我 星期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我們期待等一等十分鐘之後 剝了之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新舊面膜兩個分別 那我到分享做完面膜的時候 我就一起去試這個 DR Package另外那個 這個長方形包裝的這一組的面膜 讓大家感受一下 Hello 現在已經過了十分鐘了 那很明顯呢 你看到全面的面子呢 是乾了 基本上乾了 那我們撕在這邊 很明顯 新的這個成分是再滋潤一點的 所以如果清爽度 新的這個是滋潤一點的 就不是舊有包裝的清爽度 所以如果喜歡再清爽一點 就可以讓我星期二介紹 它那個長方形伸出 又是DR Package伸出的那一組 其實清爽面膜一般 都是大米 水果 還有一些花茶的 所以它們就不是高濃度之潤的 是日間用的 現在就要去塗東西了 日間記得塗比較輕 眼霜 乳液 都比較輕 然後就可以塗防曬 如果你想化妝的 你可以塗上一些 隔離霜 調色霜 才去化妝 因為隔離霜 就是隔離化妝品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希望幫到你選擇了 我會不會擅長 那我會不會擅長 我會不會擅長 我們會不會擅長